大家好 歡迎來到中午選股王的時間 和大家聽聽今天的視訪 講故今早是繼續手押 行指低開了大約200點左右曾經有反彈 跌幅收窄至大約50點左右 去到22,700點就見到有阻力回落 半天收回到22,518點就跌了243點 跌幅超過1% 大喜斯本日成交比較疲弱 地緣政局緊張 國際金融股今早收押 匯豐、渣打今早跌了超過4% 科網股個月發展快售今早跌了超過7% 美團逆市升了超過2% 內房、物館、旅遊相關股份高壓都比較大 而醫藥、光復今早有回套 國際油價繼續攀升 原材料價格上漲 令到汽車、工業、手機部警股今早都是捱沽 相反,油股和煤股 加上礦石股今早都做好 而中海油今早升了4% 中鋁更加接近7% 連帶到乾散貨的航運 如太平洋漢運 及油運商中軟海能 今早都升了2-3% 但要留意油價和油股或資源股 都會受著澳烏局勢變化而大幅上落 要留意波動性 短時間來說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中閘安稅科 中閘安稅科是清潔能源、化工 液化食品儲存裝備的產銷箱 LNG價格高企 市場擔心到會打擊中閘安稅科的清潔能源業務 不過油、煤、傳統能源價格都是攀升 加上減炭牌的政策 新能源依然要快速發展 而2020年國際海市組織 實施了限流令 即減少流酸的排放 全球海運、智能減排的情況依然繼續推進 而LNG代替高污染的燃料的形勢 就是世不可挡 較早前 國家法改委提出要出進綠色消費實施方案 包括提出要加快、加強新型儲能、加輕等配套基建設施 同時要積極推進車船用的LNG的發展 所以中閘安稅科仍然受惠於LNG市場的快速增長 而今年以來都先後獲得海油發展 以及德國、加拿大、海運公司的LNG運輸加船合同 中閘安稅科今早上逆市升超過3% 而走勢上近月到9.3%附近有支持 但上網到50天線附近10.5%會有比較大的阻力 相信短線仍然會在一個區間 大約9.3%至10.5%水平上落 等待出現突破 大家可以留意 多謝各位收看